人为什么会长久的爱上一个人 因为能在对方身上找到自己 你越靠近他 他就成为了你的镜子 你能从他身上更清晰的看到你自己 影片颐和园讲的就是这样一个道理 而片名颐和园的寓意就是镜子的意思 颐和园是楼叶拍的第八部电影 楼叶因为拍他被禁止拍片五年 可谓牺牲真的特别大 但也不得不说 这是楼叶生涯为止最好的电影 由郝磊扮演的于红是中朝边界 图门生活的一个女孩 母亲早逝 父亲靠坐小生意为生 在这样的环境下 于红心格奔放直接 厌恶无谣烦躁的生活 于红有一个七枚竹马的男友小军 与小军在一起的日子 是于红厌倦无谣生活的开始 一天小军将摩托停在篮球场上 被打篮球的哥们呵斥了几声之后 与小军在一起的于红看不下去了 直接将其中一个男生退倒在地 双方发生争斗 小军被打得比七年重 于于红回了家 于红收到了北京某大学的入取通知书 眼看马上就要离开老家 双方都舍不得对方 于是在篮球打架事件之后 于红也与小军发生了关系 干柴烈火 开花结果 恋情结束之后 于红坐上了去北京的火车 对于于红来说 北京的生活是崭新的 大学也有主不清的聚会 无数的学生轻行欢聚一次 同时 北京的生活又是无谣的 于红常常一个人站在书舍外面抽烟 日子像老家一样无谣 一天 一个叫以提的女孩在书舍门外 于于红大话 让人随即成为了要好的闺蜜 以提有一个男友 以提经常无谣拉着于红去见男友 同时也认识了男友的朋友周伟 周伟文艺青年打扮 长相清秀 是校草人物 自认识周伟以后 于红便开启了她那让男人又爱又恨 无法一解 女人却找找为之心碎的人生 是在舞会上认识的 伴随着暧昧的舞曲 以及周伟孤男寡女热夜相拥 于红与周伟两个早已经 对对方亲心的伴侣相拥在一起 随后 在以提的帮助下 两人来到了以提的宿舍 脱光衣服进行着 互帮互助的得知体美劳运动 于红能确定周围就是她一身要等的人 也就是她那面镜子 在周围面前 于红能看到自己对爱情的着迷 与此同时 在爱情面前 卑微的她又毫无安全感 她曾经以一种开玩笑的方式 对周围说 我想跟你分手 因为我太爱你了 于红深深地明白 美好的东西来得太热烟 终将也会转瞬即时 一天 于红无意间来到周围的宿舍 看到周围 于红走到楼上的天台上 于红看到后惊讶不已 以为于红要寻短剑 赶快跑上了天台 谁知确实有惊无恐 于红告诉于红 跳下去是极其容易的 可是她却不能跳 很快 在学潮运动开启 于红与周围 这两人像当时的很多大学生一样 并非其中的影秀 却被当时的分为袭减其中 在这场浩大的运动中 久而久之 周围与一体慢慢走在了一起 发生关系的那一天却爆累了 两人拖得干净 被学校教务处当场查到 给约了处分 另一遍 即使于红与周围分开 可是她内心还幻想着 与周围和好如初 谁知 周围一体学校的处分下来之后 周围托人告诉于红 他不希望与于红再有缘戏 在这个三角眼中 于红单方面的被伤害了 痛苦的大回到宿舍 却发现出院男友小军来看他了 于红将所有的痛苦的情绪 都发泄在了小军身上 发泄完后又扑到了 小军的怀疑哭泣 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退学 与小军回到老家土门 影片到此为止 于红周围一体 这个赛角眼的主线算是星辰 而在这一种小人物的爱情之上 影片也穿插着 那个时代大的变动 1989年 德国博英墙被推倒 苏妍也对世界敞开了怀抱 深圳的改革开放 也取得了特别好的效果 时代的一切 并不随着三人的爱情而禁止 反而像一道轰轰轰轰的火车 一样从他们身上碾过 1994年 周围一体在朋友的帮助下来到了德国 另一边 小弟同 在武汉 于红认识了由段于红扮演的吴刚 吴刚在外面有一个异地的妻子 他与红一样的孤独 贫穷 信也忘不掉的人 两人摇得很投机 有一天 于红在看完自己在大学时期的日记 莫名地想到了周围一击一体 伤心地他跑到了吴刚家里 与吴刚热夜相拥 随后养人跑到房间云照雨幕 经浮欲 于此心斩余物 可是在养人拉开序幕 知蓝玉树之际 彼此也都想着自己心底的人 随后余红回家的时候却遭遇到车祸 车祸让于红突然意识到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那就是自己穷的一无是处 身边的孤独也是刷新的记录 为此不畏书成山 以误的于红决定结婚来摆脱支持的穷心 于红的结婚对象叫徐波 是于红的同事 徐波热夜地喜欢着于红 即使于红告诉了徐波 知己之前与许多男性上过床 可是徐波对于红的过往一点也不在乎 徐波的话让于红心里的孤独暂时找了家 他随即与徐波上了床 狂战减折忙 可是把身体献给徐波的于红并不爱徐波 他转眼也离开了徐波 也就独自一人对抗着生命的孤独与艰难 另一边 周围与一提来到德国之后 周围也与一提分了手 一提又遇到自己的前男友 与前男友重提就好 而与周围也偶然偶断丝 年复一年 在德国待的时间长了 周围想念着于红 慢慢的想要回国 在一提家的聚会上 周围认识了一个德国女孩 当德国女孩询问周围有没有女朋友 女朋友在哪的时候 周围回答说有女朋友 女朋友在中国 这样身边的一提很不舒服 在周围回国之前 一提 一提的男友以及周围三个人来到了博英的街边 随即三人来到某一高楼的天台 一提趁周围不注意的时候 猛然间跳下楼 也许一提的命运就是这样 爱自己的人 自己不爱 自己爱的人 不爱自己 爱而不得于 不爱一空的让一提情绪难以自圆 只能以跳楼的方式结束自己的一生 周围回国来到了重庆 从朋友口中得知于红已经结婚了 她还是想见于红一面 于是约了于红 周围与于红在空空的房间一丝目尴尬 神经的感情难妙难化 回不到的过去心意出现几组浮躁 于红几乎埋酒一开 周围等不到于红之后 开车也一开了 在路边 当周围看到于红在那里徘徊的时候 她猛踩油马一脚从于红身边驶过 从此两人再无交割